根据交通局统计呢 10月29到现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台北市就发生了五件行人死亡的事故 让人惊讶的是呢 物件全都是小货车 那么撞死年长者的意外 那么比例之高前所未见 经过研判呢 年底可能是因为呢 送货量大增 司机疲劳驾驶再加上季节交替 骤短夜长造成事故频传 那么交通局计划将明年友善驾驶的宣导 从公车进一步推广到物流业 以及宅配业者